好 如果三黨不過半的話 那麼新任的葛魁 會扮演怎麼樣的角色 政策推動有哪一些的困難之處呢 民進黨要拚國會過半 擔心的就是當年 陳水扁政府朝小野大的現象 會再重演 行政院長要對國會負責 每一項法案 預算 都要經過立院的同意 那麼國會不過半 未來的準行政院長 挑戰很多 呼籲大家 拜託拜託回家投票 台北車站前喊口號 撞扣臺灣聯盟理事長吳怡農 為尋求連任的南投選區 立委蔡培惠 呼籲年輕人返鄉投票 立委選戰比總統更嚴苛 立委要拚國會過半 因為假若民進黨執政 國會沒過半 賴清德就只是半個總統 無法實踐個人意志 如果不是聯合內閣的話 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可能會面對立法院當中的 其他多數的政黨的挑戰質疑 甚至是杯葛 總統任命的行政院長 對國會負責 行政院每一項法案 預算都需經立法院同意 國會不過半 等於所有政策都要看 在野黨臉色 不管他是國民黨 或者是民進黨的行政院長 基本上來講 他會碰到兩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衝突點 第一個衝突點在政策 可能會遭受很多的延誤 第二個衝突點 可能在很多的議題上面 立場會對立 2000年政黨輪替 便政府時期就曾發生過 潮小野大現象 當時陳水扁任 任命國民黨籍唐飛 作為上任後首位行政院長 但短短139天就黯然下臺 全民的隔魁他的意涵 就是他希望能夠 不要執政黨涉涵那麼重 那也希望不要受到 反對黨那麼大的反對 但是嚴格講起來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在陳水扁 唐飛當了很短命的隔魁之後 基本上後來就都不管用 還是回到一個 我們講說比較美式的 分立政府那個樣態 就是他是總統的人馬這樣子 那後來陳水扁任 包括謝長廷 蘇貞昌這些 這個游錫坤 這個都是他自己的人嘛 所以我會認為 大概就會又陷入那一種 所謂潮野對抗 潮小野大的這樣的一個景況 尋利時軌跡 這回大選很有可能 重現國會不過半 外界好奇 各黨將可能派出的隔魁人選 浮在檯面上人選 比較有可能是 第一個是朱立倫 其他的人選 像例如說李四川 那當然有可能會是 卓越的地方行政首長 像一些曾經歷練過 縣市首長的一些 地方的政治人物 之前侯市長有提到 就是他在選後 他在這個組成聯合政府 或聯合內閣上面 絕對會任用不同黨派 然後用人為財 然後用人用嫌 這個充分授權 所以他包括他 以及趙澳康都已經 都提到了 包括像柯文哲 包括像郭台銘 這些人都是 之前提倡的內閣制 也對聯合內閣有所期待 這些東西在選後 我們都會一起納入 藍營再向民眾黨地橄欖枝 而綠營台面上的人物 則有可能推 與賴清德新潮流 不同派系的政國會 還有很多很潛在很優秀人選 例如說這一次選舉的過程當中 對公共政策 著力甚深的政力軍 如果說女力出頭的話 政力軍可能會是一個 非常可能的人選 另外一個是黨務跟選務 也努力甚深的酌溶探 學者觀察新的國會 若形成藍綠白三黨不過半態勢 民眾黨會是關鍵第三黨 有很大的影響力 決定國家未來發展方向 政黨之間的爭執主要還是在兩岸 主要是在像ECFA 像這個對美的軍購 像這個EUE的這個議期 就像這個藍綠之間 對於一些外國金融 像美豬美牛 這已經炒過了 這一種是比較沿著政黨線 主權的東西比較會炒 那所以下一任的隔魁 我認為他應該好好的把民生拼起來 其實臺灣三大議題就是 少子化老年化跟兩岸 1月13大選將是對蔡英文執政功過的信任投票 無論選民意向如何 准總統的溝通手腕會是政治理念 能否推動的關鍵 TVBS新聞林亞南高紫耀王浩宇 台北台中彰化採訪報導 2023年 臺灣出口大減 衝擊經濟成長 而接下來2024 主要國際預測機構認為 國際貿易會有顯著的增長 所以學者認為 以出口為導向的臺灣 今年的經濟成長會比去年好 不過大選後的新政府挑戰也不會小 從地緣政治到特別預算的浮爛 很多面向都得注意 而經濟成長跟人民感受到的低薪 又是很大的差距 外廠服務人員 將火鍋的各種菜盤放上自助吧 仔細調整角度 顏色搭配 要讓客人覺得食指大動 內需服務業疫情後持續暢旺 經濟部統計處之前公布最新數據 2023年11月 餐飲業營收達到813億元 年增8% 是連續19個月正成長 以這家連鎖餐飲集團來說 就很看好2024的市場 今年其實在國內 會有三到四個全新的品牌 在臺灣這邊做相關的展店計畫之外 事實上在今年開始啟動了一個 海外展店計畫 現在比較感受到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在於所謂的人力的缺工問題 那為了去解決這方面缺工問題 其實我們每年都做相關的調性的計畫 我們其實還滿接受還滿歡迎 中高零的一個二度的就業 其實他們在工作上其實很投入 接下來要進軍香港和日本 積極搶攻海外市場 也是考量臺灣內需市場快飽和了 必須做長遠的布局 其實未來臺灣的市場 一定它的重心要擺在海外 我就以手搖影品牌為例 全臺灣已經有兩萬六千家的手搖影的門店 那在國內的競爭已經很激烈 那以韓國來講 韓國也是非常積極的希望擴展 它的韓國品牌到全球 或者是吸引國際的買主到韓國來投資 那它每年都會舉辦至少兩場以上的 這個商貿考察團 每一場都有700位以上的國際買主 那它每一位買主會配一位韓國的翻譯 你又知道這種小細節 它可以做到多麼的透徹 那我相信我們臺灣有很大的潛力 未來政府在這個部分 應該要多多的支持 2024年隨著減稅 來臺觀光人數 渴望持續增加等原因支撐 挹注臺灣內需消費動能 而新的一年經濟學家 預計各國央行將在2024年中期 開始大幅下調政策利率 但降息幅度不太可能 像之前的升息幅度一樣大 大多數華爾街人士認為 2024年重點關注焦點 絕大程度取決於聯準會能否軟著陸 根據主要的國際預測機構 主要經濟體包括美國 中國跟日本 今年相較於去年 在經濟成長率都有手不足 但是這些預測機構也都預測 國際貿易會有很顯著的增長 這個對出口導向的臺灣經濟 就是很有幫助 因為臺灣經濟最主要的引擎 就是商品出口 另外的話在去年 我們整體的GDP成長表現 不如理想最主要就是出口跟投資 都落入這個負成長 那今年應該是出口跟投資 都會有機會轉正 2024總統大選藍綠白紛紛端出 經濟政策牛肉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提出經濟改革三支箭 其中包括融入區域經濟 會在美國的協助和跟兩岸 穩定的協商溝通下 讓臺灣有機會加入CPTPP等等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則提出五項信賴產業構想 包括AI人工智慧產業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喊出串聯完整的高科技產業鏈 半導體相關產業必須同步發展等等 除了人民相當關注的經濟議題 也期待新的執政團隊 在財政紀律上能有新的改革 事實上是當務之急 首先第一個就是特別預算的浮爛 特別預算的浮爛 我們可以從特別預算的規模 跟特別預算提出來的頻率來看 相較於就是 如果每隔十年 十年來看 我們都會發現說 特別預算每隔一個十年 它的那個就是提出 那個數字會越來越大 到現在我們看到 最近十年特別預算的規模 可能高達30千億 OK 在這個情況底下 特別預算的規模越來越大 政府的支出就沒有辦法去控制 學者認為特別預算和稅收抄增 需要好好重新規劃盤點 從財政紀律到經濟發展 還有民間最有感的 低薪高通膨高房價 都希望能更大刀闊斧改革 讓國家更永續穩定 TVBS新聞 張正恩 王一傑 台北報導 在台灣高房價的年代之下 2024的這場大選 其中大家很關注的焦點 就是居住正義 不過可能很多人會疑惑 甚至生氣 為何藍綠白對於相關政策的討論 篇幅都這麼低 到了選舉後期 甚至只是在三位總統候選人身上 自己本身的居住正義上面打轉 其實看似口水戰的背後 凸顯的是普羅大眾 在居住問題上面 產生強烈的剝奪感 平均地權條例 信用管制 房地合一稅 加上升息循環 政府祭出一項又一項的打房措施 但是看看全台房價 還是持續位於高點 甚至越爬越高 下一任總統的可能人選 對於相關的討論卻不多 你為了你自己違建 五次流不少 不要再說 我的流淚 感動流淚 是為了我們家的房子 不是埋土地就不對了 這個你要搞清楚 誰土地 誰違建 誰草地 三方隔空 激烈交貨 回想2024總統選戰最後關頭 關於居住正義的探討 最熱的議題不外乎 是賴皮寮 侯租公 還有柯柯房 也就是賴清德 萬里老家為建 侯友宜老婆持有的大學集合住宅 還有柯文哲新竹農地 非農用的停車場 這就是台灣選舉文化 我覺得很遏制的現象 並沒有回歸到政策的討論 然後對於大家關心的居住政策 也是一樣 我覺得這其實是讓整個選舉的 公共政策的討論空間 其實更進一步的被壓縮 如果你要攻擊對方 你應該講他的什麼政策不好 我的政策好 可我一直覺得就沒有辦法形成一種 比較針對住宅政策的 各種方案的好壞的辯論 讓更多的選民知道 然後反正都是 所有的目光焦點都被現在這些 比較像是什麼揭蔽案的議題去遮掩 我覺得是很可惜的 回歸居住正義問題 儘管藍綠白各政黨總統候選人 都有端出相關的政策牛肉 但是往往針對內容的實質探討 卻是少之又少 這時候大家比較關注度比較高的 說防射的這些問題或地的問題 可是實際上那個事實上 才事實上是未來四年來 四年後要真的是完全被實踐的政見 應該才是要 我在這邊也要呼籲我們的年輕人 真的要去關注說到底哪一些政見提出來 事實上是滿足你們身心裡的照顧 還有未來你就業的環境 從議題討論度 因為大家年輕人會覺得說 今年選戰主軸叫居住正義 很多年輕人在沒有買不起房子 甚至要住都很困難的情況下 他會回頭看看檢視各個候選人 對他們說當然會覺得不公平 你們基本上感覺看起來不用努力 就可以獲得這樣的成果 甚至有些可能走到違法的灰色地帶 可是對年輕人來說我奉公守法一輩子 我奉公守法打拼努力 可是我不見得買得起房子 這對年輕人心裡就會產生一種相對剝弱感 選戰剩下最後幾小時倒數 面對2024主軸之一的居住正義 在政見還有爭議的發酵之下 誰能夠突破重圍 翻開心夜 很快就能解小 第四新聞張志明 成文岳台北採訪報導 國際焦點繼續來關注 夜門叛軍胡塞組織 從去年11月中開始 以反對以色列在加薩的軍事行動為由 不斷地對行經鴻海的商船進行襲擊 目前為止已經發動27次了 沒想到伊朗也趁亂在阿曼灣扣押一艘郵輪 接連的挑釁逼得美國跟英國出重手 烈焰衝天 爆炸聲響吵醒居民和野狗 野狗還不停吠叫 民眾則用手機拍下夜門叛軍胡塞多個據點 12號凌晨慘遭英美聯軍 撫小空襲畫面 美國官員表示美軍發射了戰斧巡弋飛彈 還出動戰機 打擊至少60個目標 包括夜門首都沙納以及胡塞組織在鴻海港口的據點 和台達 伊朗撐腰的夜門胡塞組織11號在雅丁灣右朝國際航道發射反艦彈道飛彈 這已經是該組織從去年11月19號以來對國際航運發動的第27次襲擊 理由就是不滿以色列對加薩人民的攻擊 而在12號凌晨之前美國一直採取防禦立場 帥領多國海軍聯盟擊落胡塞發射的飛彈和無人機 但由於叛軍根本不甩西方下的最後通牒 美國終於出重手和英國聯合發動空襲 英國則派出四架颱風戰機空襲轟兩個胡塞軍事據點 而且這款戰鬥機可是大有來頭 在二戰結束後英國成為歐洲唯一有能力研發製造戰機的國家 不過後來法國的崛起又受到北約防禦同盟 歐洲共同體的概念影響 加上當時統合主義思潮在歐洲蔓延 英國 德國 義大利 西班牙四國成立歐洲戰機公司 進行未來歐洲戰機計畫 颱風戰鬥機就此誕生 盡管伊美都出動重武器 但鴻海的緊張局勢恐怕一時無法平息 甚至可能還會繼續升溫 就在胡塞誓言將發動報復行動之際 伊朗又趁亂 惹是生非 伊朗發出聲明指出 此舉是為了報復美國去年制裁和沒收伊朗油輪和石油 只是英美聯合出擊 加上油輪遭扣押 這些消息都刺激油價走高 紐約原油期貨週四上揚0.9% 週五亞洲電子盤 紐約油價再漲2.6% 來到每桶73.89美元 與此同時 沙烏地阿拉伯要求美國和盟友保持克制 避免事態升級 西方在鴻海要如何打壓叛軍 又不讓局勢升溫 陷入兩難 TBBS新聞綜合報導 烏爾戰爭打了快兩年 烏克蘭儘管發誓要奪回所有被俄羅斯占領的土地 但是國內對於戰爭的疲勞越大 為了減少前線的損失 烏軍現在轉攻為首 部下跟俄軍同樣的龍牙防禦攻勢 烏克蘭東部巴赫姆特的戰場上 L-119榴彈炮開火聲從未間斷 It fires six rounds per minute in the first two minutes of firing 這款105公里口徑輕型榴彈炮 方便烏軍快速架設 提升攻擊效率 On this section of the front where we are now the enemy is predominantly using infantry the enemy conducts assaults quite active and very daring assaults just runs into us takes our positions very quickly so we have to react as fast as possible in this situation 除了防範地面攻擊 烏軍說一發現俄軍從空中偵察 就要馬上斬草除根 與此同時 俄軍的蹤跡在烏克蘭無人機 盡頭下一覽無遺 士兵表示 尤其目前乾冷 沒雨沒雪的天氣 無人機能見度大幅提升 無二開打快滿兩年 然而英國皇家聯合研究所的軍事專家分析 目前烏克蘭反攻氣勢恐怕已經結束 變成俄軍有戰場主導權 大膽投入後備部隊 不再擔心 烏軍會有所突破 因此現在 烏軍轉攻為首 並且採用和俄軍同樣的招式 阻擋敵人 在切爾尼戈夫 接壤俄羅斯的邊境 烏克蘭工人正在裝設 成為龍牙的防御屏障 與俄軍不同的是 烏軍埋下的地雷並不多 除了不想炸傷戰友 也不希望二度傷害 家鄉土地 過去幾個月 北部的龍牙防御線 已經拓展了63% 另外烏軍表示 只要行軍一停下來 就得馬上挖壕溝 確保人力安全 也能把守據點 等待反攻 減少前線人力損失 尤其在戰場上 治療傷兵不容易 軍一小組也定期培訓 戰場輸血人員 並教他們如何抽血和咽血 好第一時間救人 與此同時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繼續奔走各國 請求援助更多彈藥 這番話更是特別喊給美國聽 北約也釋出最新宣傳片 強調會力挺烏克蘭 另外CNN也報導 歐美國家目前正考慮 將凍結的俄羅斯資產 挪出一部分 用來協助烏克蘭重建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